美国神韵艺术团继续踏全球的巡远 其中的国际团到达了韩国的大丘 其中在报道当中采访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国际摄影家联合会的名誉会长 他对神韵演出的评价说是神的造化 这位名为孙玄的名誉主席是这么来评价的 他说神韵的色彩舞蹈的旋律优美的音乐相当的和谐 简直就是神的造化浑然一体 观看神韵仿佛置身于苍穹之顶 又仿佛置身于祥云缭绕的天国世界 而颜色因为他是摄影师 他说这个颜色简直就是梦里的颜色 而有关神韵本身演出的内容 所提到的中华传统文化 他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相信很多人都可以从中感受到 被共产党扭曲之前的中华文化是多么的美好 在我看来 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中国的色彩 是妙手调和的自然颜色 没有拒绝 没有排斥 其实完全是一种包容的概念 他说任何颜色都被其包容其中 颜色柔和而宁静 而神的展现出的所有的色彩 以及蕴含着那种精美的设计 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服饰和梦幻般的装备起来 他说这简直就是神的造化 而孙玄博士在最后的是这么说的 说神韵展示出的中华传统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原点 大家知道其实韩国人跟中国的唐朝关系非常密切 他说是我们文化的根 幸运的是神韵艺术团正在将这种人类向往的中华艺术向全球传播 当他看到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不幸的事件时 他说法轮功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善良的人被中共邪恶迫害 他把这种七处仓卑的故事升华为美丽的艺术 一定是天才的导演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因为所有的观众尽管其信念不同 但是节目却能打动所有人的心灵 使得很多人为此落下了泪 他说我从中了解了法轮功 了解了正在中国发生的不幸 善良的人总能看到善良的一面 网上又有一个新的被改编的歌出现了 歌手还是叫洪雨的这位先生 洪雨这位先生他唱的歌在整个网络上受到欢迎程度 应该说在对比其他的网络歌手要远远超过了 而且很多网友在号召大家说能不能为洪雨出专辑 网上新的一首歌呢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我爱你 这是爱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悄悄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我悄悄地告诉他 就是爱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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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